《长月静明》是由罗云熙、白鹿领衔出演的仙侠剧,讲述了一代魔神弹台禁与衡阳宗掌门之女黎苏苏三世虐恋的故事。 《长月静明》正在热播,在剧中,黎苏苏的身世已经真相大白,原来黎苏苏就是初皇和地缅的女儿,万年前神魔大战,初皇为保护明夜而身允,地缅才临阵反戈背后捅了魔神一剑,因此被魔神封印在荒原万年, 直到外眠后解封,来到衡阳宗任女儿,一切都水落石出,也解开了三大谜团。 第一个谜团,神器众羽的来历。 在剧中开头,新魔神图灭仙门,黎苏苏一出场就用众羽划伤了魔神的脸,从来都没有什么东西能伤到魔神,这让魔神很感兴趣。 比较黎苏苏的众羽是神器,能伤到魔神也无可厚非。 原来,众羽是万年前黎苏苏母亲出黄陨落,身躯化成的神器众羽,为了保护女儿黎苏苏。 第二个谜团,夜西雾是黎苏苏的一缕恶魂。 屈玄子说出了黎苏苏的身世,黎苏苏和地缅妇女相认。 原来当初黎苏苏还是一颗凤凰蛋,因为极难孵化, 所以屈玄子就将黎苏苏原神投入人间历劫归来,才会有五百年前的夜西雾, 而夜西雾之所以恶毒,原来它是黎苏苏的一缕恶魂。 第三个谜团,黎苏苏的眉心到底是什么? 在剧中一开头,黎苏苏的眉心突然爆发出金色光芒, 震退了心魔神,原来黎苏苏的眉心印记也不简单, 黎苏苏的眉心印记是她父母地缅和初黄额头印记的结合体, 一半继承了母亲初黄的基因,一半继承了父亲地缅的基因。 而黎苏苏的眉心也封印着母亲初黄的神力, 一旦黎苏苏遇到危险,才会触发印记的神力。 总而言之,黎苏苏的身世忠于真相大白, 也解开了三大谜团,众语是初黄的身躯所化, 而夜西雾争的是黎苏苏的一缕恶魂, 而黎苏苏的眉心是父母地缅和初黄的印记结合体。